今天將會打風 翻風下雨對雙貨做生意肯定有影響 又看看你哪個行頭 餐飲業、服務業還是零售行業 如果是服務業、老人院、補習社、美容院 一般影響不是太大 人客是不是都要去 餐飲業、堂食在街上 你就預料沒有二至五成的生意 如果你肯送外賣 當然生意就會多很多 多成倍 其他零售行業 又看看下雨的時候 究竟是早上下雨還是下午下雨 早上下雨 人們帶傘上班 影響相對沒有那麼大 但如果下午下雨 人們沒有帶傘 趕著回家 影響生意就厲害 你預計下跌三至六成 商場最大的得益者 天氣不好 又看看在哪裏 在商業區的話 正面影響沒有那麼大 尤其是住宅區的話 樓上就住人 樓下就商場 天氣不好 自然多些人就去幫忙 所以商店做生意要留意天氣狀況 所以商店做生意要留意天氣狀況